老雲 妳說 我就知道妳喜歡我 可是 老實說啦 我覺得我最後是 我一直都是喜歡他 只是我最後才知道 喜歡一個人 為什麼要有罪呢 這麼開心啊 哪一半妳喜歡 他叫Berdy 他是一個男生 走啊 妳有多愛一點 我少愛一點嗎 妳幫我下底 結言時代下 兩位大男生刻骨銘心的初戀 國片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由新生代演員陳昊森 曾敬華 上演男男虐戀 開拍前為了培養感情 還先同居兩個月 我們住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幾乎都天天相處這樣子 但那時候因為 我們各自的學校都還有課業 所以其實敬華很常回高雄 然後我也很常去林口上課 有些時候我們可能就只有一個晚上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吃飯 然後吃飯聊一聊天 我們就回宿舍 然後就要睡覺了這樣 那所以我們就是很珍惜 能夠相聚的時間 要同居是要睡在同一個房間嗎 沒有沒有 我們是兩房一廳一個衛浴 然後我記得我的房間是比較少女一點吧 然後妳的房間好像比較 尺尾一點的樣子 我記得我的棉被好像上面還有愛心 就很多愛心那種棉被 然後我的牆壁是那種 那種淺藍 淺藍色還是反而是有斑點的那種 是你自己裝潢的嗎 還是他媽媽去的時候就這樣 去的時候他就已經有這麼兩間 那有要搶嗎 說誰要哪一間之類的 好像是你先選 對 是我先選 因為他先到 不然我這一間好了 那你搶比較少女的那個 就覺得好像跟我角色蠻浮的 那一個少女之類 一輩子 能夠遭遇多少個春天 同學生活讓兩個人感情增溫 電影中演起激情的親熱戲 一點也不尷尬 親熱戲或是接吻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情感的堆疊 到了那邊它自然的就會發生 那其實那個過程當中就在於說 我跟鏡華之間的信任 跟情感有沒有到達那邊 我們兩個在拍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有一條線是細著我們兩個的 所以那個信任感是足夠去做 所有角色需要完整的事情 你把臉給到阿翰的臉上看一下 而且我們前面表演課的時候 其實有做一些身體上的碰觸 然後我們有蒙眼睛 然後去觸摸對方 然後去聽對方的呼吸聲 所以我們其實是很清淨的 連遇見在那麼小小空間拍 會不會覺得還是就是困難度很高 真的很高 但是我覺得更高的不是動作 我覺得更高的是 我們沒有什麼台詞 但是我們兩個的臉跟鏡頭又那麼近 然後所以我們兩個臉需要有很 那個內心需要很飽滿 因為那場戲的轉折其實滿多的 它每一個情緒之間都會有一個轉折 可是當你只要有一點點想要用眼的 那個地方就會有縫隙 可是在大螢幕上面看起來會很明顯 而且那一場戲又不是只有一個人的事情 但是兩個人之間到了那個空間 在那個年代 兩個人互相在一個封閉的空間 互相給出自己最想給的東西 也完那一場戲有很累嗎 很累 超累的 就是坐在旁邊紅大船 是嗎 我都拍完然後回到宿舍了 他才跟我講說 就是 腿很痛 為什麼 因為你很痛 我一直打你 就是 做無失誤的動作的時候 我是一直打他的腿 打他的腿的臉 對 然後他說 打到腿很痛 那時候 有一場 我已經轉過去 然後幫他沖完澡了什麼的 導演還不喊他 然後我想說 糟糕怎麼辦 怎麼都不喊他 然後但是我情緒還是很重這樣子 但是那時候眼淚其實也停止了 然後我就走出廁所 就是走出那個淋浴間 走出淋浴間之後 我開始大哭 在那個當下 我才知道說 張家翰其實 就是我體會到他在我心中 然後他真的想發聲 但是他還是在忍耐 然後到了最後 我自己也撐不住張家翰 然後崩潰這樣子 就是我有一個很緊張的心理想說 很怕門被打開 替你們很擔心 所以那場的情感是 真的蠻困難的 因為你要在那個公開 算是公共遇事的地方 做這些事情 然後跟對方 對方坦承那些事情 其實那個 情感的流動是很壓抑 但是又沒辦法去控制 我們這部電影全部都來真的 沒有親親這樣子親的 要嘛就是直接這樣 陳浩先生你是有小心機 就是你的身體 還是有特別練過 對 對你對不對 你有 你問他 我真的沒有 他真的沒有 他原本更壯 我原本 我是遇到曾敬煌來放棄健身的 因為他很瘦 然後整個人就很上向 我那時候很喜歡健身 所以我把我自己練得很壯 拍刻在的時候 看到是曾敬煌我就 不行 所以當初你知道要演這部電影 然後知道就是另外一位主角 是曾敬煌說你壓力很大嗎 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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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對啊 我私做的我不甘私做的 假的 我想講 因為主要是那個年代的學生 其實都是瘦瘦黑黑 乾乾扁扁 這樣 對 所以為了融入那個年代感 你覺得身材還不錯 是因為那時候減肥的過程 都是吃水煮的東西 所以可能身體很乾 所以可能有一點點線條 都是什麼東西的 我以為你是不是就是要壯壯的 沒有 那時候導演跟監製 是希望我變得很瘦 所以也確實就是減了四幾公斤 但比起外型 角色上遇到的掙扎和糾結 內心深層的演出更具困難度 就是 強究你不會還跟她打架 我喜歡的不是那個女生 我喜歡的是 莎翔 你敢不敢不要再煩我了 我敢說出我喜歡誰 你敢不敢 那場戲就是 對我來講 就是她給我一個 滿真實的感受 所以那場戲原本 我也沒有說 要哭還是什麼 我只是想 就是 逼她 我想她可能不敢 可是她竟然之後 她那麼的勇敢 對我想說就是 做一個壞人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看到她的 當下那個情緒的時候 就很突然而來的 覺得很愧疚 對 當下就那個愧疚感一出來 眼淚也受不住了 就 因為那場本來在劇本上就是 我必須流淚跟難過嘛 那彩花節的演出也很讓人驚豔 就是她的那個 然後流淚 她的那個也讓人很揪心 然後 靜華的那個眼淚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 會讓我覺得很揪心 就是 可是 在這種時候 我還是選擇了勇敢 但是你 還是不給我回應 就是 其實這一路上來講 可能 大家看到的是阿翰很痛 但其實更痛的是Birdy 其實Birdy在看她 她在拍那場戲的時候 你好像 還蠻那個的 對 我蠻暈的 因為記得你有打給你媽媽 對 對 聊了很久 對 因為演那場戲真的 然後你演完會不會覺得有一點 心裡有點難平復下來 那個情緒 對 到以後面有一個小房間 我都在那邊哭 然後哭一哭哭之後就覺得很累 然後這樣閉頭閉眼睛 突然有一隻手這樣過來這樣子拍我 我想說Birdy來了 結果一抬頭 喔 廣非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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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非討厭說 嗯 為什麼 蕭越來呢 那你為什麼沒去 沒有 你知道那一場戲就是 盡量不要去碰到 對 我還是有去幾次了 對 他在樓下說我還是有去幾次 可是後來發現說不行我 我這樣安慰他 他越來越難過 對 所以哪一條規定 男女生的社團 學長不要叫學妹吹奏遠慶 這裡是你們考大學的地方 麻煩教官 高三星班 王伯德 高EA班 吳若飛 每天都感覺有人想要殺掉我們 導演都說要有那個銳利的眼神 鏡華跟他 鏡華你自己講 你有覺得那個背後就是 哇 那個犀利光 你怎麼搞我的 你說 但你有感覺到就是拍他的時候 對 反而我比較我在準備的 其實反而是你這邊的 跟班班的戲 我覺得很簡單 對 因為我跟他的感情其實是很直接的 不像阿翰我需要面臨到那麼多關卡 對 所以我在準備跟他的那一段情感的時候 其實沒有像阿翰那麼複雜 我反而要擔心阿翰這邊的狀況 對 怎麼聽起來蠻活路的 對 老實說啦 我覺得我最後是 我一直都是喜歡阿翰 只是我最後才知道 最難的就是弄清楚 我現在到底是喜歡的是誰 我會去 嘗試班班這個角色 是因為 在那個年代 當下 每一個人身邊周圍 周圍的每一個人 包含家人都告訴我 嗯 你只能是一姓 對 所以我逼不得已要跟大家一樣 我也想要讓阿翰跟大家一樣 我不想被當成不正常的人 就是這兩個角色就是這樣 就是 其實我都知道他 他也都知道我 你們兩個真的好煩喔 你們在裡面 我就覺得我為什麼要這樣 但我跟你說 其實 現在最心疼的人是班班 他是一個花了最多時間 在我兩個人身上 對 而且他是 他是女生 對 他有一場有勾引我 電影裡面有出現有一場 其實是他要勾引我的場次 但是那一場變成 Birdy拒絕我 我很難過的樣子 其實那一場是我準備了 綠豆糕要給他 然後要告訴他Birdy喜歡什麼 請他好好照顧Birdy 你看我們兩個的角色就是 那一段感情可以當作 一段回憶 然後去回顧 然後我一直在等待 哪天有希望的那一天 所以班班是 他把 他是把 全部附在我身上 對 這是他的回憶沒錯 可是他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他已經老了 他的靈性已經這樣了 你們兩個真的是太有錢了 陳昊森 曾靜華 不只在戲裡積出火花 整場訪問下來 也讓人感受到一股炙熱的眼神 就是這樣看著的訪問 我發現就是 靜華他會一直就是看著這邊 或是鏡頭 你會就是會一直 下醫生你會一直先看著他 你會一直看著他這樣 你自己有發現嗎 好啦 那 我怎麼期待 你要知道 你有發現嗎 我沒有發現 因為他會一直這樣 所以他就是會 對 你就是這樣 你會一直看著他 他眼神太炙熱是不是 沒有耶 就是 沒有 沒有刻意在想過 我才有點炙熱 沒有耶 沒有刻意 我就是想看著他 我就是想看著他這樣 忘記了時間 我敢說說我喜歡誰 你敢不敢 我平時很好 很好的朋友 經濟時代下一段動人 卻又無奈的高校同志愛戀 值得觀眾細細品味 文學樂結婉如蔡長龍 採訪報導 如果有下次我會再愛一次